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关于你谈恋爱这种婚前的性行为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奇怪 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会认为 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会去 在恋爱的时候发生婚前性行为这么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世界这么大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在没有经历过他们 我们不了解的人的感情生活时候 我们不应该去用自己的主观的论知去批判 因为很多时候 大部分的人在没有经历过一段爱情的时候 或者说一段感情的时候 都会认为婚前是不应该进行性行为 认为应该在结婚的时候才可以 但是 我觉得在2023年 这么一个社会 这么一个时代 我们可以去客观地去 比较中立地去看看 现在的社会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在过去 总是认为 结婚的目的是 因为恋爱 两个人才会想要在一起生活 也就是说要以 结婚为目的 而去恋爱 但是 我们看看最近几年 或是我们看看现代 社会 结婚 它还可以干嘛 离婚 结婚 它并不是一个结局 就是说现在 结婚 已经变成的是一个 人生的新的开始 也就是说 变成了 变成了我们的一个 新的人生的过程 如果对我来说 你只要不是学生 你只要是社会上面的工作人员 或者说是社会上的成年的 这么一个有完全迷失 行为能力的人 那么你在恋爱的时候 你发生性关系 我认为 那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们恋爱 享受的是过程 而不应该去在意结果 人生的结果 我认为它只是死亡 人生的开始 它是出生 在出生和死亡 这么一个中间的时间 就是我们人生 在不断地体验 我们的人生的这么一个过程 结婚是一个过程 离婚是一个过程 所以说恋爱的结果 它已经不能归 类为结婚 只不过说 这是属于不同阶段 属于自己人生经历的 一小部分 仅此而已 也就是说 当你和这个人发生了 关系 那就发生了嘛 因为你在发生的时候 你是心甘情愿 你一不犯罪 你二没有违背 公序良德 三 你对社会也没有任何的 有害的地方 那么 你发生关系 为什么不可以呢 当然 坚持要在结婚那一天 才可以发生 关系的 我认为 也是一样的 你一 也没有犯罪 你二 也没有违背 公序良德 你三 依然是对社会 是无害的 世界的人口 有八十个亿 一部分的人 他认为恋爱 要发生关系 是正常的 另一部分的人 他认为 是应该 结婚以后 才发生 是正常的 两种观念 我们应该做到的是 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理解 各不干涉在 任何一方 也不要用自己的 主观的认知啊 去批判别人 因为爱情 它没有 太多的 你认为了对还是错 除了一方出轨 这种原则性的问题 其他都是 你们的世界观不一样 想法自然不一样 如果你明白 爱一个人 它是短暂的 激情永远不能代替 永久 那么 长期的保鲜的爱情 它必须是什么 是责任 和亲密关系 很多的时候 我们 吵个架 就分手 那是因为 你 对于处理问题 是一种无人的表现 而并不是 你不喜欢了这个人 你不爱了这个人 你去吵架 你就结束了 我们人生中 一定会有吵架 不管你是和父母也好 和恋人也好 还是和领导和同事 同学等等 都会 有吵架 所以我们在恋爱的时候 可以去转变一个思路 转变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说 爱情很多的时候 是让我们去成长的一个过程 去打开自己 认知以外的大门 人生最美丽的 它的风景 是在路上 而不是在目的地 我们应该注重的是过程 而不是结果 往往你认为 结果重要的时候 只不过是 故事的另一个开始 另一个过程 而已 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当你没有 进入棺材的那一天 你的人生所发生的 每一件事情 它都是你的人生的过程 你只要认真 并且负责任地 面对你自己的人生的过程 那就无愧于心 你就可以拥有 很多很多美丽的回忆 很多很多 你难以忘记的回忆 但是如果你注重 所谓的 你认为的结果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快乐减少 因为 我们如果是 以过程为导向的人 他的快乐是会比你多的 因为他在过程中 不断地体验了 人生的酸甜苦辣 我们现实里面 结婚的人 不一定幸福 不结婚的人 也不一定不幸福 当代的时代 我们所谓的恋爱 就是结婚 这一结果的导向 我们的思维模式 不应该再停留在 二十世纪的时候 我们应该根据 二十一世纪的 现在的互联网的时代 将恋爱变成一个 可以享受快乐 幸福的过程 将结婚变成一个 你有责任 有当当的时候的 一个人生的过程 二者 要看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能不能 走进婚姻 这么一个人生的过程 哪怕你走进不了 这段恋爱分开了 结束了 你短暂的时候 你会痛苦 你会难受 因为你 习惯了有一个人 在你身边 突然它消失了 你会不知道 空下的时间 该干嘛 这是正常的 但是你只要记住一顶 你们曾经在 这个过程之中 你是真心的 他也是真心的 没有任何的遗憾了你们 你们的人生就完美了 现在大部分的 90后是 65岁退休 那么你能够指望一个 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真的和你一起走过40年 甚至半个世纪吗 就算有 多少是幸福到白头的 又多少是 大火过日子的 人生最重要的是 让自己活得开心 活得快了 而不是让自己的烦恼 越来越多 心越来越累 好了 这就是我 想跟大家聊聊 关于爱情的这么一件事故事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拥有 自己满意的爱情 谢谢